水上教堂 湖水造景 拍照的新人洋溢着幸福的氛围 这是位在苗栗西湖的婚纱基地 原本替新人打造户外摄影棚 现在大家爱打卡拍照 也成为IG热门经典 大大的壁中前面 指针变成了椅子 姐妹涛 携手来拍照 很唯美 很华丽的感觉 摄影师指导摆拍 不看镜头 照片多了一点意境的感觉 园区有粉红派对 多彩颜色 打造梦幻风格 进入其中仿佛是童话世界 这个街道像什么 日式 换一个地方 一样在苗栗却像到了日本街道 老板为了打造东京风 行在当地Lone Stay 之后回苗栗盖了这一条街 三五好友聚会 这里好好拍 还有带动氛围 调整角度的小帮手 现在太阳很大 我们先看那个远方那边 好漂亮 脚身子会比较修长 有有哇身高变180了 好加油加油 好来 游客说来这里爱拍照的拍照 拍够了就喝下午茶 拍照拍一拍 然后他喜欢继续拍的话 他就会拍 我不喜欢 我就来这边喝咖啡 苗栗不少美美的秘境 把原本的建筑美化 打造成城堡花园 另一个园区 雄伟的建筑仿欧洲风情 巴洛克风格 还模仿教堂遗址 这移情期间因为不能出国 然后呢 我们就打造了一个 就是有点类似仿欧洲 那种教堂遗址的味道 这会出国的庄园 就是园主把旧有的老房子改建 利用高低落差的地形 盖出层次感 芒草点缀在其中略选萧色 漂亮很好 女生肩膀放轻松 新人拍婚纱 欧视建筑楼梯摆搭 专业摄影师对于婚纱基地的布景 相当称赞 婚纱基地业者在疫情下改变思路 需要场景拍照的不只是新人 还有更多的手机组 于是打开大门 把客源做得更广 也活络裁员 对于婚纱基地的安全